推罗坐落于以色列西北边的海岸边上 是个极优良的远洋海港 这里的人民善于航海 又精于贸易 出口上层的染料 闻名于世的紫色布皮 黎巴嫩的香柏树木材 并转口各地的出品 故很早就已经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 富商云集 人民非常的富足 城市也非常的强盛 而在阅读以西节书27章这里 我们可以很详细的了解推罗的港口 进行着非常重要的贸易 很多国家的商人都慕名而来 因为贸易带来富裕带来便利 但是神却说 这样的富足会吸引推罗迈向深渊 荡奖的已经把你们荡到大水之处 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 虽然透过贸易得到了很多宝物和财富 但是当海浪来临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化为乌有 甚至是自己的性命都难以保存 经文说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 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都沉下去了 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 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面带愁荣 现在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追求什么呢 我们所追求的可以让我们快乐多久 可以让我们满足多久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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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